新冠变种全球恐慌 A股今日走势很关键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重视疫情风险 无需过度恐慌 是多数机构对变异毒株影响的判断 欧洲方面 据英国卫生部长塞伊德·贾威德介绍 英国已发现两例奥密克兰新冠病毒变体 均与前往非洲南部旅行有关 德国巴伐利亚州宣布 已确认两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荷兰卫生部宣布26日从南非约翰内斯堡 飞抵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两个航班上 共计61名乘客新冠病毒检测呈良性 正在分析病毒样本 已确认是否为奥密克戎毒株 对于新变异病毒 张文宏医生指出 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与动态清零策略 是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 不过对于新型毒株 周末的机构观点普遍认为 虽然新的变异毒株的传播力度和破坏力还不明朗 鉴于国内防控经验 与全球疫情的历史演绎 无需过度担心其对资本市场的冲击 新毒株短期货对A股情绪有冲击 但也反而会带来布局跨年蓝筹行情的机会 安信证券表示 就目前来看 新的变异毒株的传播力度和破坏力还不明朗 因此研判其影响为中性 但市场不确定性有所上升 建议多看少动 以观望等待为主 即领带新一轮疫情的影响范围 破坏力和政策应对逐步清晰 对于后市 这张证券认为 一方面 就全球来看 奥密克戎如珠或修正此前全球市场 对疫情防控较为乐观的预期 欧美等地防疫措施的再次收紧 意味着全球四季度经济或受一定影响